长达10天的春节假期,尽管天气多变化,不少民众还是把握机会走春 位在花莲市中心的花莲文创园区,从除夕到初午就迎接了1万多人次参访 包含第7栋重新开张的酿式集 从初一开始营业累积到初午,已经有7000多人参观,营业额也开出红盘 迎接农历新年假期,位在花莲市中心的花莲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户外全年开放,除了除夕当天不营业,截至初午为止 一累计超过1万500多人次的参观 而今年初搬到第7栋室内的酿式集,从初一开始天天不打烊 尽管初三全台天气冷嗖嗖,初一至初五也累计有7000人流量,营业额也开出红盘 配合春节,园区从初四到初七也邀请马戏联欢聚一聚,定向寻宝 来说花创新旧事等活动,带来小抽马戏秀、马戏体验活动 定向越野寻宝园区闯关,以及园区导览,带领民众认识1913日剧时代的救救场历史 另外只在周末放映的Future Vision Lab实验展演计划 因应春节初一起天天开放 初一至初五也累计有千人观赏 此盘邀请更多民众来花创走春聚一聚 记得长邦彦华临时报道